严亚伦被网红耀乐控诉于未成年时遭其性侵害与偷拍性爱影片 三日前往台北附幼队到案说明又与警方返回住处及工作室配合搜索 从6月20到7月3日才去搜索 我相信有什么证据也早就被毁了 律师陈宇安对于网友的疑问说电磁记录可以恢复 我不晓得台湾的司法单位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 才会拖了十几天才搜索 难道你们以为行为人不会把硬碟手机丢了吗 你们以为云端硬碟会保存电磁记录长达5、6年吗 如果是传统硬碟保存资料 资料救援师偶尔还要拆掉碟盘来一一恢复 若是SSD硬碟回了就更难救 假如严亚伦直接把相关硬碟乃至手机丢了 你们难道有派人监视或翻他垃圾 隔十几天才搞搜索扣押 并且相信证据依然存在 这是把大家当白痴还是把闫亚伦当白痴 根据2018年11月7日闫亚伦T3男趴床亲吻罩曝光 踢腿拳用同款Soft私密对话流出报道 闫亚伦追求男生的手法相当类似 都先透过社群软体敲人 日日嘘寒问暖 然后这些人看到一个明星讲话如此诚恳 也就一下子栽了进去 此外 严亚伦追爱的招数 也都很偶像剧 像是会在房间里对着男友自谈自唱 情节非常浪漫 不过最后A、B、C三人才发现 原来严亚伦除了对他们做过一模一样的事 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搞到最后自己都不是他的独一无二 经过本刊比对 严亚伦的三名男孩除了年纪相仿以外 类型也非常相像 可见得他的口味都很固定 请注意我引用的最后一段 严亚伦的三名男孩除了年纪相仿以外 类型也非常相像 可见得他的口味都很固定 三个男孩 这个新闻当时闹很大 但我没注意到 跟我一样没注意到的还包括台湾司法单位 卫福部保护司官员 难怪后来警政署还找严亚伦代言 吕秋远对于严亚伦到被害人面前强迫道歉的行为不以为然 并且讨论到严亚伦以Poola Pickup Artist 一直利用权力不平等的关系掌控对方手法 我认为当初媒体报道严亚伦的三名男孩时 大家就该知道严亚伦到底是恋童P还是Statutory Rape的问题很大 也介绍一下严亚伦 吴更林找男孩的经典台词及华言当初扬言要告人的声明 严亚伦 吴更林说 在多年的经验下我更希望我们可以一步步地走稳 一步步地互相扶持成长 一定会遇到困难 一定会需要沟通 我相信爱情里有长久有真诚 即使我也曾经被爱情欺骗 曾经因为想相信爱情而受伤 我想要你是我的另一半 我的男朋友 我的好朋友 我的情人 我也期待未来我们可以成为家人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引用到此结束 接下来请看华言的声明 我只想问 华言你们现在怎么不发声明要告人了 华言声明全文如下 对于今日有媒体以严亚伦私下与朋友互动照片影射其交友复杂 杜撰不实故事内容 以严重影响严亚伦名誉 严亚伦本人否认相关报道内容 对此事造成朋友困扰深感抱歉 严亚伦一直是为捍卫平权及关心诸多公众议题的一人 这样的心意不应被有心人士拿来利用 爆料者在婚姻平权公投前夕投书媒体 不排除是有心人士刻意操作 若有平面 网络媒体或其他第三人发表任何具不实 诋毁的内容 当事人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以为权益 特此声明 引用到此结束 我最后补充一下 严亚伦你放心 台湾文化就是对恋童癖特别爱 台湾司法更经常用缓行纵放恋童癖 例如2006年台湾人嫖了大量除剂 并拍影片还被判缓刑 还有现役军人2020年在小学校园与12岁小学生性交也被判缓刑 这我都记录过 严亚伦在纵放恋童癖的台湾文化中 99.9%大概也可以缓刑啦 Let's check 2023年起 小学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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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